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投顾肖春天老师 今天是6月26号礼拜一后台北股市间 出现一个大涨有喷出的一个状况 我们仔细看 指数呢目前是大涨了100 将近100点 刚刚已经最高涨到125点 那目前呢从整个指数的观点来看 指数呢今天呢已经来到10474 最高来到10500点 那代表什么指数 再创这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到底指数创新高 这个盘现在怎么去看 各位仔细看 台北股市呢 今天指数创新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2317的鸿海 今天出现了一个大涨 好 除了鸿海大涨之外呢 今天台积电除息 除息呢目前呢也是涨了将近有4块钱左右 除了这个之外 各位今天的全值股都在涨 比方说2882的果泰金 比方说2881的富邦金 今天都是全面大涨 所以让指数整个去做冲高 好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今天的操作的一个方向 你不是以这些全值的个股为主的话 那我要在这里奉劝各位 你要小心当指数创高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开始有些主力出货的一个现象 甚至于呢 主力趁指数拉高的时候呢 再做出货 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仔细来看 其实最近的盘势我们会发现到 台北股市呢指数虽然在走高 可是呢很多个股在这个时间点呢 反而他没有跟着指数在走 反而你要预防什么 他会不会之前有一个爆大量的一个状况 当他出现一个爆大量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 反而是有主力出货的嫌疑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 各位仔细看 比方说这是611的大鱼资 大鱼资这波的走势从260几块 跌到今天是152块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整个走势呢 是出现了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 跌了多少 跌了100多块 也要说你一张是赔了10万多块 好 那各位你会发现 那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是属于主力出货的嫌疑 各位你会发现到之前在这个地方爆出大量的一个情况之下 反而这地方呢已经很明显了 有人在干嘛 在做卖出的一个动作 当有人在做卖出的动作的时候呢 造成一个指数呢跟股价呢 这地方是呈现一个背离的一个现象 好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讲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因为台北股市的指数创新高 可是呢对很多投资朋友而言呢 反而在这个地方啊赚不到钱 因为你买到错的股票的话 反而这地方的风险会加大 好 我们从一些特定的一些个股来看 各位你会发现到到今天为止呢 如果说从一些个股的角度里面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很多股票在这地方啊 出现那种爆量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反而他的个股没有高点 也就是说除非你今天去买到全值的个股 否则的话对于这个盘很多的股票而言 他是没有没有帮助的 而且反而你要预防什么 变成主力出货的对象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今天有些个股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中低价中小型的一些股票 比方说今天1512的瑞利 这档个股也是一样 开高走低是不是爆大量 对不对 是爆大量 这代表什么 指数在创高啊 可是反而有人在供应筹满 好 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这类型的个股 像今天8071的能帅峰也是一样 在前两天的时候 昨天礼拜五的时候爆出大量 爆出大量之后呢 他的股价反而是出现继续下跌的一个情况 这就代表了说 主力在出货的一个状况里面 有些股票他不只跟不上大盘的脚步 反而在这时间点 他还有一些属于逢高 调节的一些动作出来 所以呢 反而在这个时间内 操作这一类型的个股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不要成为主力出货的一个对象 好 各位我们仔细来看 那我们就把它带入到目前最近的一个盘式的一些个股里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3406的郁金光 各位你就会发现到 郁金光其实早就在 之前三月底跟四月份的时候爆出大量 有没有 是爆出大量 爆出大量指数在走一个震荡 可是呢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到 指数间创新高 可是呢3406的郁金光 到今天为止现在是310 那这类型的个股呢 走到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股价形成头肩顶的状况的时候 他右肩 右肩出来之后一直上不去 反而这一类型的个股 已经在出货完毕的情况之下 到现在为止他是继续顶 那这类型的个股 当初我们在330左右的时候 我们去做放空 那各位你会发现到 哎指数创新高 奇怪怎么搞的 这些股票没有继续走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些空单是继续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掌握的是一些 主力出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 这地方我们去做 卖出跟卷空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到到现在为止 这类型的个股没有动 好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光学类股里面的 3630的新巨科 同样的 新巨科之前也是爆出大量之后 没有上去 那这类型的个股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你看到目前为止啊 还在继续点 点到多少 41.5 那这类型的股票当初呢 我们在差不多 右肩的形态的时候 接近50块的时候 49块半到50块之间 我们去做卷空 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到 指数创新高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股票他继续点 因为已经有人在出货完毕 所以呢 反而这类型的个股呢 他都在左右多 反而你去买到这样的股票 你是赚不到钱的 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哈 像6426的统新 同样的这类型的个股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之前已经有两次爆量 然后呢没有涨 没有涨之后呢 股价那边盘一盘之后 就一路下来 到现在为止这类型的个股 你注意看哦 比方说大宇支这类型的股票 当他爆量之后 一下跌出来的时候 那个跌幅就相对的比较重 为什么 因为人家出货完毕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像相关这类型的个股到现在为止 整个股价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200块左右放空的 到这个时间点是173 到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赚 所以你从这一类型的个股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台北股市他本身的指数是上工的 但问题是 他是拉全职股去做上工 除非你去掌握这些全职股 可是我们就从 过去整个敞户操作的历史里面来看 会去买台积电的不多 会去买鸿海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呢你今天会去买金融股的 那又更少 所以呢今天在拉台整个鸿海 拉台整个金融类股的时候 当指数往上冲 好所以呢 对于一些中低价的个股 反而会相对比较不利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像3362的先进光 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 让你看到哎怎么股价没有上去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呢 反而这地方还是持续 偏弱回测到月线的游位置区 如果说这一类型的个股 当指数上工他上不去的话 反而当指数稍微拉高震荡一点的时候 反而有些个股的卖压 他就会加重所以呢 反而这类型的个股呢 要特别留意 头肩顶形态完成的股票 要预防这地方会不会开始 有一些做头的一个疑虑 开始要下跌 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3673的TPK 同样的这类型的个股 到目前为止也是一样 头肩你形态完成之后 他上不去 当你上不去的时候呢 反而有些股票要预防 他反弹结束之后 他下跌的压力 他会更加的重 所以呢 这个地方给各位投资本 去做一个参考 当然指数在上工的时候 很多投资本都会试想说 啊我的股票一定会上 可是你要预防啊 如果你买到主力形态的个股 或者是主力已经之前爆量 去做出货的一个动作的话 反而有些股票这个地方 这地方要特别留意 买进去就是呈现一个 又多的一个陷阱 所以呢 我还建议各位 当指数在创高的过程里面 你今天没有去买到前指股 那就算 那这类型的个股 你也不要去追了 因为到时候追到高点 然后这地方的时候 什么时候要解套不知道 反而趁指数拉高的过程里面 赶快去做一些调节的动作 甚至有些主力形态的个股 趁这个时间点 赶快逢高去做卖出 这样对你而言 整个操作上面 你才不会成为市场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呢 建议各位 这地方还是要懂得逢高 先去做卖出的一个动作 谢谢各位 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